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于厨余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工作 你如果有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几乎的工作同仁 像这是我们的制服 他们的制服是没有一件干净的 没有一件干净不是他们不爱干净 是因为业务上工作上的关系 因为他们必须身体力行 包括水沟 包括清水沟 包括脏乱垫 包括收垃圾回收 还有路平 这些很想都是我们的工作 在中辅助乡长以及洪英章队长过去的努力之下 把各式的回收物品分类成23种 做非常细的分类 像玻璃 它不同颜色的玻璃都做分类 这样的话让这回收的物品 它能够再利用的价值特别高 单价就特别高 这样的收入一方面也可以回馈 回收厂附近的村庄 重点是让资源还是废弃物都能够再回收再利用 那大哥我想再请教一下 所以我们这些玻璃拿回去之后 村池玻璃这边就会再把它融化 然后制造成新的产品 没有我们不是融化 我们是回去把它再做整理 然后我们会再交到那个制品厂 就是台波 类似台波法家他们 然后我们再交给他们 做一个再回收的原料 再更清楚的分类一下 所以说如果清洁队这边 其实是在前面的部分分得很清楚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在你们后面的这个局势 对对对 我们后面的工会等很多 所以应该还是要从民众的源头开始 大家分清楚 然后减少清洁队的工作量 然后减少后面的回收商 等等的这一串的 一切效率就会加快提高很多 提高很多 然后 刚刚我们把生糊鱼放入这个桶子之后 它经过传输 经过传输之后 经过这条输送带 它会有所筛选 因为它这个里面有一个 永久的磁铁 有些民众它有时候分不清楚的话 会把铁列 或是说一些杂物 我们经过这条输送带之后 它铁器会往上吸 才不会破坏到我们的破碎记忆 像这个纸箱啊上面有那种胶带啊 这个你们都怎么处理 这个我们就用人工去捡它 蛤 用人工去捡 所以说这种纸箱他们有交代的 理论上应该要请民众先撕掉 才会是对你们最方便的方法 对对对 这些回收分类真的很多细节耶 真的其实还是我们民众自己在家里面做方式 最快的方式 反正只要不是纸类的东西 我们都要挑出来 哦 像这个也不行 对对对 这个也不行 所以大哥也会很希望民众 如果在家里分类跑的话 其实可以减缓后面整个循环 然后整个减缓循环经济上面的一些成分 对对对 那大哥拿回去之后 大概你们那边要花多少人 然后花多少时间 把这些非纸类的东西挑出来呢 这个我们每天都在挑 哦真的哦 所以就是无限的人力一直不断的投入这样 我们里面的员工就每天挑这样 哦 还要请人每天挑耶 对 真的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 对 真的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 对 真的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情 有的从这个有的从后面 哦 谢谢 谢谢队长 小心 小心 哦 因为我们还会多加一个这个顶价 第一 我们这个回收的东西如果装满等待之后 我们可以往上推 哦 放在这上面 好聪明哦 所以就往上推放 好 再过来的话 哦 这个是五余桶 五余桶 这个是装玻璃的 这个男子什么作用呢 诶 怎么使用 第一 你如果回收物上来的时候 嗯 因为民众有时候他的带子不是透明的 嗯 他的带子不是透明的时候 你看不清楚说他里面是什么东西 是 我们就把他的带子 倒进去 哦 马上检查 对 我们的男子就知道说 你放的这个回收物 是不是回收的 哦 如果不是回收的 我们可以即使跟民众反映 告诉他说 这个以后不能收 嗯 这个以后不是回收的 嗯 然后装完 男子之后 我们看清楚这个什么东西 嗯 嗯 然后就放到带子里面分类 对 哦 趕快装进来 其他的 比如说 比较大的 是 或是说比较多的 就直接倒进去 了解 回来这里再慢慢分类 嗯 嗯 哦 啊这个戴上去 这个如果满了 这会给你手靠 然后就放在这上面 堆上去 堆上去 然后再换一个带子 队长我也好奇一件事哦 现在你们如果下雨怎么办 下雨就是没有遮掩 下雨要穿雨衣 穿雨衣 去收 对哦 队长是清洁队是全年无休的吗 全年无休 国定假日也没有休 国定假日 那更惨 国定假日一定要加班 哦 就是你们正辛苦的时候 对 大家的休闲娱乐的时候 是你们上班的时候 正忙的时候 正忙的时候 在这地方呼吁民众们继续抢 减量再回收再利用 我们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选择使用 让这个世界不用无限制的开采 你根本 你丢上来 没有分类好 当然也会给你强调 以后他有分类好才可以跟你收啊 不然他不收啊 哦 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觉得不太开心 因为他们不收 一定会啊 嗯 慢慢大家是不知道 他不收 他就会分类好 才会丢上来 我们在各个村里的支收站 我们全国很多的 这样的做从事回收的业者 还是这些阿伯安 大哥大姐 那都非常感谢他们 哦 所以 认真说起来 我们的工作同仁 真的 也很认真 也很努力 也说我真的也忠心 佩服他们说 哎 他们大家都有这个心 哦 来为这一块环境 大家来努力 大家来拍片 我们非常感谢全国的 各地的支收大军 还有各地的清洁队员 对于我们资源回收 垃圾分类 减量 再利用的努力 啊 所以让我们的环境很清晰 让我们台湾变成幸福的国家 一个地方到处都是本首 垃圾就不可能是幸福的 所以就感谢我们第一线的清洁队员 感谢您 多谢您